快速拆解无人机 通过显微镜观察主板损坏区域 判定是更换还是维修 然后查找库存配件进行修理 最后装机是非 不一会儿 经孔范燕之手一架航牌无人机 起似回身 等待击回主人手中 今年38岁的孔范燕 早年曾在深圳一家知名航牌无人机厂商的一个售后部工作 2016年为了陪伴家人 她辞掉工作回到位于湖南流洋大围山深处的老家 准备接手家里的布鞋加工生意 由于在深圳工作时 结识了不少非友 孔范燕回家后仍有一些非友联系她 希望能帮忙修理无人机 那个时候就因为我们在那边 认识了一些非友 非友他们就是 有时候就像机器饭了 因为我之前在那里修 他们就说发过来 让我帮他修一下 就说熟人熟人 介绍以后 反正就多钱了 为了不让非友们失望 孔范燕答应让他们把无人机 寄到大围山 然后想办法订口配件 进行修理 没成想 之后联系她的非友越来越多 一些网商也找到她 希望她能提供售后技术支持 就这样 一家位于大山深处的 无人机维修站悄然成立 每个月都有数百架无人机 从中国各地飞进山里 进站检修 然后再返航回到主人手中 记者在孔范燕家里看到 在她的无人机修理间内 摆满了各种型号 带修理的无人机 以及零部件 进门口的一张老式抽屉桌 便是她的维修工位 孔范燕说 无人机修理 其实和汽车修理一样 也有官方授权4S店和普通修理店之分 她的店算是为数不多的普通修理店 根据长期积累的维修经验 孔范燕说 无人机发生损毁的最多原因 是操作失误和电池故障 如遇无人机掉落 一定要把主体找回来 尽可能不仪式零部件 方便后期维修 主要电池这块比较重要 还有就是干楼 像电池一般 我建议的话 应该是百分之三十 就这样了吧 对电池来说 表保养方面都好一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